這個電路 Air to digital是我們用了非常多的 我們上次有講說 在我們現實的生活周遭裡面 充滿的就是一個連續動面的像聲音、影像 這些都是屬於光的強度等等 都是屬於連續性的空間 可是電腦沒有辦法處理 這種連續性東西 所以我們就說過所謂的 Air to digital的converter 把這些訊號 從無線的動面 轉成有線的bit來表示 這樣的一個硬體的設備叫ADC Air to digital converter 我們藉著這個光明電阻 應該說光的感測器 因為我們講說智慧燈光裡面 現在講智慧程式 其實很重要的應用就是說我們現在那個燈目前就是時間到了就亮 路燈 其實是非常沒有效率的 舉例來講的話 比如說夏天 台灣的夏天的話 冬季可能晚上七點都還蠻亮的 那麼應該比較好的方式應該是用什麼?用光的光度來偵測它該不該 把路燈把它打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你打開之後沒有人沒有車 那你不是也浪費嗎? 所以在智慧程式裡面的節能裡面一個很重要就是說你除了 要了解 環境的這個光度之外呢 你還要了解其他的應用 當 這個沒有人沒有車經過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省電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電梯 電梯裡面你看的大部分時間是沒有人的話 那麼他應該就不要去浪費那些電 所以電梯裡面的電就不是 就是always on 真正有人的時候他才會 那就是比如說電梯裡面如果說像我們 我們現在會做透明電梯 你知道嗎 就是在那個 現在還在蓋沒蓋 透明電梯 透明電梯的話也是一樣啊 我們物聯網的精神也可以進去啊 因為 裡面有人但是光度又夠你幹嘛還要浪費電 可是如果說晚上的話呢 那你可能就要把這個燈打開 所以呢 這就是我們智慧 燈光的一種應用 那所以呢我們就透過這種 最便宜的 這個就 光的感測器 這個比較貴 這光感測器 這是這個表面貼索在這邊 那我們使用的是這個光敏電阻 光的話 光敏電阻 那個 它的含義就是說當光打進去的時候呢 這個電阻變小 當沒有光的時候呢 這個電阻是比較大的 所以叫光敏電阻 我們就用這樣來可以偵測光線的 就偵測光這樣子 好所以呢 光的偵測器呢其實應用的非常廣 比如說我們手機 我們手機靠近我們的耳朵 手機的螢幕會怎樣 按掉 按掉為什麼 因為它你放到你這個 你的耳朵裡面呢 它有個光的感測器 然後真正知道說你現在是要在講話 而且你根本眼睛不能看 不能看 這是 大概三年前還是很新的技術 現在幾乎每支手機都 有這種 省電的裝置 所以呢 我們看我們手機裡面呢 我們放到我們的耳朵這時候呢 它的這個 這個 可能不是每一支都有 你們的 每支 不是說你們試看看你自己 你們如果買到比較貴的手機的話 你 你這樣 講話的時候呢 那個長時間的 那個 螢幕是關的 但是 你 你很可能是沒有這種光的感測器 在你手機裡面 你回家可以稍微試看看 還有 這個比較高階的這個電腦呢 它其實有 那個自動調整光 比如說你看 看影片 那你現在很亮的時候跟很暗的時候 很暗的時候呢 你 普通的亮度就可以讓你的眼睛很舒服的看電影 比如你在躺下你的床上 然後你 睡覺前看的話 那麼這時候呢 它的那個光呢 可以自動調整 平板電腦跟 筆記型電腦 它會根據你 英文叫ambient light 就是你周遭的環境的這個光 來調整 對人類 眼睛最 舒服的這些光線 還有汽車的儀表板 這應該是 每個人都 都知道 你汽車儀表板裡面 你看 你白天的時候呢 燈要不要亮才看得到 可是你的晚上的時候呢 它如果燈 弱弱的你就看得很清楚 那 一睛一目也是 就是會 隨著 這個 這個 這個環境的光呢 然後調整 它的 這個 液晶的 這個亮度 那當然目的就是 節能 節省能源嘛 就是因為你不需要用的電 你不需要 不不需要這個浪費 第一個 第二個是 人類的眼睛呢 在某一個 場合的時候呢 這樣呢 是比較舒服的 你的眼睛不會疲勞 所以呢 對人的眼睛好 然後也節能 另外就是 停車格的監控 這停車格的監控呢 也可以用 這個 這個系 這個來說 我不知道沒有網路 可能還沒有網路 先點看看 如果停車監控的話 你看你如果說 這地方呢 被 遮住了 被遮住的時候呢 可能就是這個 這個停車格已經 被已經滿了 然後當然講說 最重要的就是 路燈 路燈呢 這個 在智慧 城市裡面呢 節能 在路燈裡面呢 算是一種 非常重要的一些 運用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 不然我們這個就 這個就請同學自己 回家 看那個demo 就好 好 我們看一下 就是說我們這個單元呢 我們要做的就是要了解一下這個光感測器 它的相關知識 它的 這個光感測器其實有非常多種有光度計 有光的IC 光的電晶體 那這個都是跟 這個光感測器相關的我們也稍微介紹一下 但是我們用的是其中的一個叫光明電阻 是裡面最便宜的 的這種設備 我們以前是用光度 光的IC 那一顆IC就300多塊錢 那 同學一用就燒敗了 那就300多塊就沒有了 所以呢我們 就是說相同的東西呢 我們用比較便宜的 這個設備來做就可以了 所以那但是呢這個資料的讀取 光 光強度的讀取呢 我們就 就知道說這個是我們 這個Alog訊號的 所以呢我們就需要用什麼 Alog to digital的 這種訊號呢 把它讀到我們的這個微處理器裡面 這微處理器裡面呢 才可以說我怎麼處理 比如說太暗了我們就去亮燈 就把那個燈打開 那或者是調整到如果說你是可以有定命 我們前面那個 暗 案例裡面呢 現在你可以控制一顆LED 其實那個你可以控制100LED 那所謂的面板燈其實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學到的東西呢是一個非常實用的 就上禮拜的那個 我們在 那個是非常實用的 我們會在地下三樓 地下三樓呢會做成就是 學生的活動中心 然後地下三樓我們會佈置那些LED面板 然後也會用這個光的感測器 就是說當偵測有人的時候 然後光很暗的時候我們會自動亮那個接燈 那如果說是在學習過程當中呢 它一樣可以 有那個亮度的調節 在地下三樓 那還有那個空氣品質的偵測 因為地下三樓 目前看起來是比較 就是我們這一棟的最底層 那旁邊是沒有窗戶的 但是我們有通風設備 所以我們會把 這個空氣偵測的 就像比如說CO2 CO 還有就是這些揮發性氣體 或者是那個 那個PM2.5的這些 偵測在裡面 然後如果說這個空 人多的時候 那你二氧化碳過多的時候 它會自動做這個氣體的循環 這個是我們在地下三樓 就會佈見我們這些物聯網的東西 在上面 但同學現在還沒接觸到物聯網 現在都是叫嵌入式系統而已 可能 這個 這個完之後呢 還有一個叫 人體偵測 或者是叫做 這個 PIR Pasive Infrared 這種 偵測移動 完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會進入真正 物聯網的東西 換句話說 你必須要有 遷入式系統的基礎 你才能夠做物聯網 把物聯網的標準放上去 那我們的 這個 智慧家庭就 就展示了這個 物聯網 還有我們下面這一棟 也會 就是我們這一棟的 地下三樓 以後 也是一個 活生生的教材 這樣子 那個 那有多大呢 就是我們這一層樓 怎麼大 我們這一層樓 就是因為地下三樓原來是 擺那種 那個什麼廢棄的那些物品 蠻浪費的 這邊地還蠻貴的 所以呢 地板啊 還有天花板的 光啊 把它整理一下 可以當成學生的活動中心 這樣子 那這樣就會 會 或者是 或者是那個什麼 那個 大型的 這個 舞會啊 什麼的 其實也都會在那個地方 Anyway 那那再來就是我們會 所要讓我們NodeMCU呢 他到底怎麼支援 這種ADC的 這個 這個訊號 你怎麼去量測 我們現在要知道原理 我們 那個物理的原理會講 然後我們講說 我們的微處理器怎麼去做到 因為你有 ADC的硬體 然後你就下命令給 ADC的 這個converter 那就可以把資料讀取 讀取完之後呢 他自動會把那個電壓值 把它轉成那個 0到1023的這個數字 那我們會 介紹一下 NodeMCU 提供的 哪些API 那我們直接可以讀取 這些 在我們 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限制社會中一堆 AIRLOOK訊號 這種AIRLOOK訊號呢 是 就透過ADC呢 轉成數位的訊號 那我們也會做智慧燈光 為什麼我們可以做智慧燈光 當光 越暗的時候 你的LED要越亮 那當 所以為什麼要做那個練習 你看你那個 上禮拜的練習 會牽扯到這禮拜的 這個作業 那 月亮的時候呢 它可以 不用那麼亮 所以你的手 手會去控制 你的那個 光明電阻 然後呢 你的LED燈會跟著 你遮住 光的那個程度呢 做亮暗的變化 所以 你如果 前面那個 還沒有做到的話 那你今天的這個實驗呢 可能也會 受影響 還有就是 我們下一個 Lab呢 會做的是 偵測到 有人的時候 才去 做亮燈的動作 因為你亮暗亮暗的話 我一定要亮LED燈嗎 不用啊 沒有人 你幹嘛亮好LED燈 對不對 一定是有人在的時候 然後你 光線又不夠 你才亮好LED燈 然後我們這時候 就會講一些 霧靈魂的東西 你只要把這東西串起來 比如說 A同學 他是做偵測人的 他偵測到人的時候呢 會送給B同學 B同學呢 裡面可能就是 有LED 他有現在光的 這個感測 所以呢他就會 根據現在的光度呢 把這個LED燈造出來 那LED現在還蠻貴的 那個 一般的那個 60公分層60公分 大概要2000塊左右 如果那個是不能 只能控制亮跟暗而已 那 如果更能夠調節的話 那可能賣的就更貴 那因為 目前我們 沒有看到 可以弄的 所以 我們是拿孵化 孵化他們兜的那種LED燈 然後加上我們 上個 Lab的實驗 PW的 那個實驗呢 去把它做出來 這樣子 好 Anyway 那 所以我們這個 單元呢 要了解光明電阻 這個光明電阻 可以做光的感測器 光的感測器有非常多種 有很貴的 也有便宜的 然後 因為光明電阻呢 他就是要量測我們 AIRLOG 所以我們要看 這個ADC 到底是怎麼做sampling 然後sampling完之後呢 怎麼把這個資料得當 那我們要培養這個 使用這個光 光感測器 然後用這個光感測器 用ADC去讀取 像層次設計的能力 那接下來我們就會apply 我們以前所學到的東西 那 就 所謂的 智慧燈光 那智慧燈光後面呢 我們會真正比較seriously 就是 去 接 接觸 那種 AC 就是現在 我們現在講的都是DC 都是支流電 那支流電只要這個伏特 就是5伏特以下電到也不會痛的 但是呢 AC就不一樣 AC的話 110伏特 大陸200伏特 電燈裡挖挖腳 不只是 甚至會電死人 不能說只是挖挖腳而已 所以 所以在做這個AC的時候呢 同學要尤其小心 就是對自己的 這個保護呢 會 我會很謹慎的去做 這種 這個AC的控制 所以呢 我們也可以真正讓 AC的燈亮 沒有問題 真正到有了 然後真正光線不夠 讓真正的AC燈亮 那這個是我們更後面 介紹的 Relay 這個 這個元件 很多電子的元件的控制呢 尤其是AC的 都是透過這個 Relay 這種 簡單的硬體設備 來實作 那我們到時候再 再給同學那個 Relay 好 那 光其實是 沒有光就沒有人 所以 那個聖經裡面 他的第一句就是 Let it be light 就是一定要有光 沒有光的話 這沒有 基督教的 那個 那個原文是怎麼講的 大概就是說 讓它有光 那有光 以後才會有生命 所以呢 光呢其實是一種 能量 它是一種能量 所以我們才講說 你在 現在接收到一個 外星人 傳到地球的訊息 會不危險 一點都不危險 因為他說 我要開始要侵略你 這個 地球 他要從那邊到 要好幾億光年 所以 你說到這個 這個 這個危險去到的時候 其實 除了說 他送的時候就準備來供了 如果說只是恐嚇你的話 那 這個一點都不危險 因為他要很長的時間之後 才會到地球 那地球那時候還存在不存在 可能不知道 按照這個 宇宙的 這個定律 這個是 這個整個這個星系是會 有像人一樣 會有死亡的時候 只是說我們都看不到 我們只是在這個很長時間 裡面一小段而已 那至少是一個 光的是一種能量 那人的眼睛呢就可以去 應該是說很少的頻譜 我們人類看到的光是非常非常小的 這個光譜裡面呢 只有這一個波長 人的眼睛是看得到的 那我們說有紅塵、黃綠、藍電子 這些 不同的光 出現 所以可見光的話 他的這個波長大概就是 這個400到700nosecond的這個範疇裡面 那 波長更多的 像鯨魚 鯨魚的 鯨魚花珠的這個聲音呢 可以透過 從 比如說從那個 這個印度洋 可以傳到 那個 太平洋 從太平洋 如果說沒有阻礙的話 一樣可以衝到 衝到大西洋 如果說你的波長是 比較長一點的 你可以傳送很長的距離 那我們現在用的 比如說 2.4GHz 那種頻段 那波長就很短 波長很短的話 他的其實 速度很快 但是穿透力就很差 所以我們說 我們的那個什麼那個 WiFi WiFi用的這個波的 2.4GHz 你的 3G4G是用多少頻段 差不多 900吧 700900 這種 這種頻段 所以他可以傳的這個是比較 長一點 但你說我用 這個供應放大去去加強波 是可以的 但是耗電量也是比較多一點 那光本身就有多種特性 光可以是一種粒子 光是一種波動 光是一種磁 然後光本身也是可以可以說是一種光子 一個Fulton 所以他有很多特性 這個特性 那 那這個特性呢 我們也會用 我們下一次會用的是 也是用光的特性 就是光的 這個 折射 這個是 人體偵測 系統 我們可能下禮拜 來做這個人體偵測系統 那接下來就做個relay relay完之後我們就開始做 那個 物聯網的東西 讓把這些設備 所以到時候 兩個或三個人要一組 那 你們 東西要互傳 因為我們這邊都有WiFi 那我們會講一些 國際 那個 這個物聯網的一些標準 那用 你們 比如說剛才講說 你是一個人偵測到有人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把這個燈打開 所以呢 光呢會有 剛才說呢 光呢會有這個 這個 反 折射 折射就是 我們剛才 人體偵測 那你人在這麼大的空間裡面 你怎麼知道說 你要多少個才能夠 成功真正 那原則上 剛才看到那個圓球 那個圓球就做什麼 就從這個四面八方 從這個角度四面八方過來的 這個紅外線 他都透過 折射 進來 折到我這邊來看有沒有人 這邊進來 然後折過來看有沒有人 這樣 所以一個設備 他就可以把 比如我就這個東西放這裡 那整個這個區域的 這個紅外線 我們都可以偵測 所以的那個 PIR就是 偵測 我們人體呢 你看那個什麼 那個 電影裡面不是常常用 機器人要找那個 有一次阿湯哥 不是什麼 Minority report 中文叫什麼 他不是 後來什麼 眼睛 要弄掉 他會偵測 你看那個設備偵測 那個人的 那個發速的體溫 或者是最簡單就是 我們進到海關進來對不對 都有一個那個就是 增設你紅外線 因為人體呢 就會產生紅外線 其實不只是 人體會產生紅外線 就是 所有生物的東西 幾乎都會產生紅外線 那再來就是火焰 你燒火焰 這些其實也都是會產生紅外線 所以這個PIR就可以偵測 因為這邊沒有火焰嘛 所以如果有火焰的話 那PIR也可以偵測 所以你要做 大樓逃生系統的話 那PIR也是一個 很好用的 因為 它會偵測紅外線 那紅外線的話 那個 那個 再加上溫度 或者是煙霧的話 你就知道說這邊有火災 Anyway 它就是透過這種 所謂的折射的原理 從四面八方過來的 我都把它折到我這顆 小小的鏡片在這個地方 那我就知道說 這裡面有沒有 有沒有 原則上偵測紅外線 那這邊都是人在動 所以就偵測到也沒有人 好 那所以呢 它這個光呢 它有 直徑 然後它風到鏡子會反射 然後透過玻璃會折射 然後它的 它有些什麼 進到那個很小的地方 會有什麼乾涉 顏色的這些 星星 然後它也有光電效應 光可以產生電 還有它的光的速度呢 是 恒久不變 就是 大概2.99 乘以10的 其次方 那個m 這樣 OK 所以光有很多很好的這個特性 目前也知道說 速度最快的就是光 那你待會兒講說黑洞 黑洞光就投不出來 好像黑洞 黑洞就還沒有證實說 它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它可能是一種磁場很大 讓光 沒辦法逃離 不過我們人類所知道的 目前 最快的就是光 所以有一個叫LiFi LiFi 有聽過嗎 LiFi就是 我們現在 都透過WiFi在傳送 LiFi就是說 你其實這個燈啊 你的頻率高一點的話 比如就在幾幾百MHz 幾百Ghz 你這邊可以去接收 雖然你的那個 LED燈呢 它是可以發出 那個訊號出去的 因為亮亮亮亮 你人間眼睛看不出來 但是呢 那個什麼 你的設備可以震震出來 所以它可以透過這個來 broadcast LiFi也是一種 以後在物聯網有很重要的一個技術 我待會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好 我們看一下 光也有光源 光源裡面呢就分為說就是自然光跟 我們的這個 人類 就是人造的光 所以 人類產生的光呢就是 人造的光 比如說煙火啦 或者是 自然光就像螢火蟲 或者是這些 北極的這種極光 所以可以分為說自然光 然後又可以 看成就是說 它是 冷的光源 或者是熱的光源 那 LED之所以 大家比較看好的地方 就是它是一種 冷的光源 它激發出去產生的光 本身的不會很熱 不會很熱 那一般的比如說你烏絲燈 或者是你拿到電燈泡 這都很熱 很熱的話 那其實是 對地球是非常不好的 好 但是 這個 這個像這個 熱光源的話就像我們現在用的這種電燈泡 白紙燈 這些都是 會產生很多熱量的 這種 光源 那 光的話呢 它其實 就是可能會是因為 熱有運動 然後產生光 或者是它有這些輻射 有一個這些輻射 或者是雷射 去刺激 這些 都是會產生光源的 那這個熱運動裡面就比較有名 就是說 我們的電燈 火雲 就是受 受這種 這個熱 這個熱運動 所產生 那另外就是 雷射我們去 就是受那個輻射刺激 然後產生雷射光束 那光的應用非常多 比如說我們現在的 大家很強調的太陽 他也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絕 但是 至少 我們能夠生活什麼短暫時間 因為它的確是 的確是 至少我們的 這一輩子裡面 他是 他是 是 不會枯竭 但是他以後 太陽還是會死掉 就是說在 幾億年之後 他還是會死掉 那 所以呢 這可能是一個 綠色能源很重要的一個 來源 那還有一些 這個像電子 電腦啊 電視啊 這個投影機啊 這都是這個電子 這個 效應出來的 然後在通訊裡面 像光線 我們現在就是說這個 速度要快的話就透過光線 來傳送 那再來就是 比較有名現在就叫 LiFi LiFi WiFi 就是 其實但是 就是有點像 這個 Wireless 這個 Fidelity 那這個是 Light 光的這個 Fidelity 其實他現在的logo跟他 看起來有點像 那基本上他就是 基本上是用光 光的這個 這個 他就說我 我送的這個波 這個波裡面的可以載我的資訊出去 這樣子 LiFi現在是比較便宜 就是比較 方便取得的 比如說我們這邊 我們如果說有 這個 Notebook Notebook呢 如果這邊有 LiFi的接收器 我們就打上去 他就收到了 然後他這邊有光線 所以他如果說 要傳給我 他就是把 透過這個 電燈 傳下來給我就好了 這叫做 LiFi的技術 那我想未來這個LiFi的話也很重要 目前我們的物體 都是based on Wi-Fi 那LiFi目前也有比較貴的模組 現在 我想就是說在價格上 還沒有辦法跟WiFi競爭 因為畢竟WiFi已經 二三十年了 LiFi是最近 最近十年的事情 那那個 現在的這個LiFi模組在 坊間買得到 如果說你們要玩的話是可以可以玩的 但是 沒有辦法 大量部件 因為你要有transmit 你一定要類似這種 這種gateway的概念 你要傳送給你 發收回來 然後他送到internet 所以他短時間 可能沒有那麼快 但是未來 慢慢慢慢的 可能會越來越多 那 哪一個應用 你覺得說 這個 哪一個 這個 商業應用 你覺得 最可能用LiFi 你覺得 現在已經有 商業市場 那你覺得說哪一個行業可能最 最先會用LiFi 沒有 醫院 醫院的話呢 已經在採用了 因為你看 醫院要去 去尋病房 對不對 那WiFi 或者是 3G4G 他不是叫你把關關起來嗎 為什麼 干擾儀器 對不對 干擾儀器的正確性 所以我們講說 3G這種波太強的 或者是WiFi 其實也是太強的 所以呢 他就會 就 所以他以前有一個叫小靈通 我不知道 就是那個 PHS 他那個波是比 那個 那個 3G4G的波 是沒有那麼 相對 沒有那麼強 所以早期的醫院都是採用什麼 PHS 大陸的叫 小靈通 現在看到你死掉了嗎 大陸還有小靈通嗎 台灣的PHS 以前叫大中天性 確定是死掉了 但是呢 這是從日本傳過來的技術 那現在呢 就是LiFi LiFi的話 你 你一個 醫生拿一個平板 你沒有LiFi的模組 他上面就裝一個 LiFi的接收器 所以呢 他隨時可以上網查病人的資料 就這個光 這個光 我愛按了 去然後就出去了 他出去就接到醫院的 這個Internet 然後把資料 我資料抓過來 然後那個光都打下來 所以呢 這個LiFi這個東西呢 已經有商業應用了 那第一個會用到的就是 醫院 醫院 原因就是醫院呢 其實不見那個 其他的 五線設備呢 其實會干擾了 遺跡的 這個正確性 所以他是很 很肯勝的 所以呢 他們現在 逐漸先把這個 醫院的這個市場 先試下來 那接下來是什麼 只要 普遍來 夠便宜的話 我想 應該是 應該是 都OK 對不對 當然就是說 你 你可能要佈件很多 你如果要隨時 有光的地方 都能夠去使用的話 那麼以後這個 每一個燈呢 他都是一個 那個 這是一個 傳媒跟 receive 的一個 device 在上面 然後他也連到 他也要想辦法 因為 可能通過電力線 或通過什麼樣的方式 連結到Internet Anyway 未來的世界 應該是 蠻豐富的 然後醫療保健 現在我們用到的 什麼 X光 或者是 什麼 那個 那個 雅馬刀的 切割 這個 因為他用雷射刀 或雅馬刀 會很精準的 把你的 那個 什麼 那個 我們壞個腫瘤 把它切除 這些都是 都可以說是 一種光 所以光 其實 對我們 雷片人是蠻重要的 好啦 那接下來有光的話 那我們要偵測 光 光 光度 所以我們就是有一個叫 光的感測器 光的產測器的英文就叫 MBM MBM Line Sensor MBM Line Sensor 那MBM Line其實就是我們周遭的 周遭的環境 就叫MBM 所以MBM Line Sensor 其實有很多種 好像我們至少有列出 有四種 第一種就是 光電晶體 光電晶體 光電晶體的話 我們 也會用到 在鋁類裡面就有光電晶體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透過光 有光 有光到這邊的時候 這邊就導通 那 這個用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我們直流電跟交流電之間 如果有電氣 我們不希望說它會產生火花 那我們就可以說 這邊我們有數位的東西 讓它產生一個光 然後這個光會讓它導通 這邊可能就是直流電 導通 這個叫接直流電的東西 那數位就導通了 這個光的 Phototransistor 我們後面也會再碰到 它就是一個類似開關的東西 只是用光的方式 讓這個 這個導通 這叫光的電晶體 那第二種就是叫光的這個帶 Photot帶 Photot帶其實你也用過的 這叫做 LED燈 應該 應該是剛好有一定的相反 LED燈的符號是的話 這個鍵號就往外 那什麼意思 有通電流的時候呢 光會溢出 光子溢出 那這個Photot帶的話 它不是 有光進來的時候呢 這邊電流可以導通 所以跟這個有點類似 這個光的這個Photot帶 那我也可以偵測光 對不對 這樣可以偵測光 然後再來是比較貴的 叫光的IC 光電IC 光電IC就是把這些 這些設備整合在一個晶片裡面 像這比较我們就TSL230這個光電IC 那這個光電的IC呢 它就是 接受光 然後可能透過I2C啦 或者是 這個這一顆是透過I2C 你就可以去把這個光的光度把它讀取出來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用的是最便宜的叫Photoregister 或者叫Photocel 這個是一種叫 類似 類似的電阻 就是光的強度照進來呢 會改變這個電阻 就是說叫光明電阻 光明電的命令就是這樣來的 因為呢 光的強度會影響電阻的 會影響到這個 這個電阻的 這個大小 所以它就是一個可變電阻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可變電阻 好 所以呢 這可變電阻 我們的符號大概就像這樣 可變電阻我們也看過就是 這個電阻呢 是 我們用手動的那種可變電阻的話 那就是 這個電阻呢 我可以調整它的大小 那我們就利用這個特性 光越強的時候電阻越小 光越大的時候電阻 越大 不是跟以前一樣嗎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電路把它叫出來 OK 我們就用這樣的一個原理 那這個原理就是說 這邊如果說我們 不管是接上面或接下面 這邊就可以一個固定的電阻 那這邊呢 是你的這個什麼 這個 這個可變的 這個電阻 或者是這邊使用是這個光電晶體 像下面才是 這個如果說看這個是光電晶體的話 那麼這邊有光子 射入的時候呢 然後這邊的這個電阻 這邊的電阻本來是無限大的 所以它不導通的 它電阻就慢慢慢慢慢慢的下降 一旦慢慢的下降的時候呢 這邊就產生 電壓就慢慢慢慢的升高 所以呢 這邊呢 所以這個 這邊 這邊寫對嗎 看一下 光子射進來的時候呢 這邊電流變大 然後電阻變小 然後看這個UP 這UP的指數會變小 因為你電阻變小 你分壓的結果 這個指數變小 那下面剛好相反 如果說你光子沒有的時候 那這邊電流 就幾乎沒有 那這個電阻就是無限大 那無限大的時候呢 這邊的 電壓就等於那個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也可以偵測 光的這個 這個程度 那我們使用的是你下面這種 它是一個電阻 所以這邊講說你光打進來的時候 這邊也是一個固定的電阻 這邊 這邊 這邊也是一個固定的電阻 然後這邊呢 是可變的 那光打進來的時候呢 它的這個 當電子越多的時候呢 它的這個 電阻變小 電阻變小 那電阻變小的時候 根據分壓 根據分壓的話 這邊的這個 Vout 它只能就會變小 那如果說這個光子比較少的話 或是幾乎沒有 幾乎沒有的話 電阻是最大 最大大概是 幾個 美加歐姆左右 就幾個美加歐姆左右 所以幾乎呢 這個 這邊很小 假如我們這個很小的話 這幾個美加歐姆 所以這邊的 電壓就等於這邊的電壓 所以跟這樣的效果是一樣的 那這個是比較便宜 那這個是稍微貴一點點 好了所以呢我們就用這樣兩張圖 知道說這個 這樣的話 我們都可以測 就是我們去量測這個電壓值 量測電壓值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那個 你的這個 那個光的強度多少 那接下來就是要從 光的這個電壓值呢 轉成 我們真正的光度 所以你要有個光照劑 然後把這個值 讀出來 然後呢 看它那個值 到底是多少 我們實驗的 不需要那麼精準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電壓越高的時候是數值越高 對不對 所以數值越高的時候 這個電壓越高 那我們講5伏特就是1023 因為我們的這個電壓的這個 F1系列是兩側電壓 那你如果不管是3.3伏特或者是5伏特 它滿電位的時候 你四個別來表示就是1023 1 這樣子 然後這邊電壓是0的時候呢 它就是 是0伏特 不管是3.3 或者是5伏特的話就是0伏特 所以呢你的值就會在0伏特跟3.3伏特 0的值跟1023的值 所以呢 值越大 值越大是月亮還是月亮 你的 1023 接近1023的話 那個越大的時候是 是月暗還是月亮 會月亮嗎 值越大的時候越亮 如果說你看值越大越亮的話 那麼 這個什麼時候值最大 這個電阻最大的 因為電阻它分壓嘛 分壓過來的話 你這邊 幾乎都是 幾乎就是 幾乎都是 等於它電 因為電阻很大 對不對 電阻越大了 R1 加上 這個是R度 對不對 分支R1 對不對 如果說你這個值很大的話 這個 電壓值越小 對不對 對 所以呢 這個 如果說你這樣擺射的話 就看你擺上面跟擺下面 可能會不一樣 所以你這樣擺射的時候呢 你這邊的 值越大的時候 值越大的時候 值越大應該是 沒有啊 值越大的時候應該是這個是 電阻很大 所以電阻很大的時候是 那個 光很暗 應該這樣解釋 你看 你看這裡 對嘛 這個光 沒有光的時候 他的 電阻最大 那電阻最大的時候 電阻最大的時候 那 電阻最大 電阻最大它就會比較小 它是 分壓 分壓比較大 所以我是這裡寫錯 對啊 分壓比較大 這分壓嘛 分壓 這邊這邊的分壓是 R1加R2 然後上面的R1 那你電阻很大 上面是R2 上面是R2 分壓 分壓它是下面的 下面是R2 R2是在這邊 我們來看下一張庫好 我有點 這個是 接法應該是一樣 這個是我真正去把它接出來的嘛 所以 R1 V2的這個值呢 等於R1 R2 除以R1 那你當你這個 給 給那個 你沒有 沒有光的時候呢 這個電阻很大 V2值就很小 那如果說有光的時候 那你要看這個R1R2值啊 應該這麼看 如果說R1值是 R1和R2的值也要去看 你如果說只看R1 R1R2的話 那不准 你要看R1跟R2同時來看 如果說 這個 R1是遠大於R2的話 那 那 他的結果應該也是一樣 會有 他說四子應該錯了 四子錯了 應該是R2 這邊是R2的R 難怪弄了半天自己在那邊 你怎麼講 哎然後怎麼這個 這原理啊 那這個四子是錯了 對 四子錯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這個原來是 那個四子弄錯了 所以才會講那種跟 那個 那個結果 不一樣 那所以是 是錯了 應該是 這個的分樣 R2除以 R1加 R2 不一樣這個時候 那個四子是錯了 沒有錯 所以你才會說 這邊有 比較 這個電圖 這個 這個 沒有光的時候 這個電圖比較大 那 這個電圖比較大的時候呢 電圖比較大的時候呢 是 R2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R2除以 R1 這個假的比較小的話 R1加R2 這是一個值 如果這個是比較小的時候呢 你看這個值就比較大 因為你R2 這個 R2在那邊嘛 所以 這個可能要稍微 代價值 比較容易了解一點點 好謝謝 那我們有一種就是 不用那麼麻煩 去算了 這是叫做比較貴的 叫做 光的感測器 這是Texus Texus他們做的 這種 這種 晶片 那 它呢是透過 我記得是I2C 那它的大小也是非常小 所以你可以簽在 你的 這個設備上面去偵測這個光 那它的成本大概310塊錢 台幣左右 那它也是用這個矩鎮式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光 如果說想要知道詳細的話你可以去看 這個好處是它有去校正 光明電柱有沒有校正沒有 可能每一個光明電柱它都有些 少的誤差 那他們這個每一個晶片出來都有校正 好 反正輸入電壓的話可以是2.7到5.5伏特 那偵測的這個光 也比較 比較好一點 320波長到1050 這個波長 這個是給同學參考 以前 其實我們是用這個 以前 最早教 Arduino的時候是用這個 光的感測器 現在就是用 這個 也很容易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 我剛才講說 那個NodeMC 其實就只有一個 10個bit的APC 那它的量測的 這個範圍呢 它的其實就是介於 0到1023 因為只有10個bit 所以是1023 那它的 API就是 因為只有一根 所以它就是 就是說你 ADC 然後READ 括號0 就是一定是0 它只有一根 你本來是說我要讀哪一根pin角 那個pin角這邊就固定要放0 這樣子 那它就會reput reput 這個 simple的value 比如說它就0到1023 一個字給你 然後如果說你是用READ VTT 33 當然這里登現在的電壓值 所以呢你就可以 換算回去 它你 你這個 它就會說你可能是現在是3.2伏特 因為3.3不見得 它會正常攻擊3.3 所以它 你講說我如果3.2 3.2的話我換算成電壓的話 3.2 乘以 1024分之 多少 這樣子 還是要1023比較多 應該是1023分之 這個值 再算起來稍微 準確一點點 這樣的話就可以 再乘以 你讀出來的電壓 就可以換算回電壓 如果不需要的話就直接讀 我們現在只要知道說亮度是不是跟 比如我照住的時候 它應該比較暗 然後那紙有沒有比較高 我放開的時候 這個光直接照射 電子比較小 那是不是就比較 不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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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這樣子 這紙 會變小 所以我們呢 首先我們呢 這個就是要用 所謂的 freezing的這個工具 把它借接起來 那我這邊 對我這邊 所以我這邊呢是 接 3 3.3伏特的過程 所以這邊接3.3伏特 到這個電阻 那電阻呢 你可以選用 小的電阻 或選用大的電阻 然後試看看 你可以一樣 和我們跟上次的實驗一樣 那這邊有一個紙 就是說 那你這個光影電阻的紙大約多少呢 這個是大約10 不像那個光的IC 它有經過 那個 校正過 那我們這個呢 其實是 比較簡易的 它不需要校正 這有沒有 現在聽 那個大概的灰階程度多少 所以這個暗電阻的時候 暗電阻就是基本上是光沒有的時候 它的這個電阻的最大值呢 是1.4M左右 1.4M 歐姆左右 那還算大啦 然後量的時候呢 大概只有100歐姆左右 所以呢 你就可以大概有這樣的一個感覺 那我們就可以把 就是先可以把它接下來 比如說這邊的ground接過來 接到這邊來 然後ADC在這裡 注意一下ADC的變角在這個地方 這地方呢要接中間的這個什麼 這個 你的 分壓的地方 分壓的地方 那所以其實是看你 你如果接到這邊跟接到這邊的時候 應該是不一樣 那個紙就會 可能是 剛好接反的 我現在是 固定電壓在上面 然後這個 在下面 如果說你把 這個放上來 這個放下來的話 其實也可以 然後這邊的話 那就這邊的值就是 跟這個值的大小的成正比 我如果放下面的話 是成反比 所以成正比跟成反比 看你位置 你待會也可以對調看看 對調看看 很簡單就是你把 這個就不要拔了 就是把這個 這個呢 低定位的接過來 然後高定位的接過來 你再量車一次 就可以自己知道說 他到底成正比還是成反比 所以我這邊 我這邊寫的應該是成反比 這個 這個 你就 就 根據分壓原理 那 這邊的電子 應該是 R2 所以不是R1 所以我以前是 這兩個是 這兩個 這個放這邊 所以才寫R1 你說你這個就是看你是 R1還是R2 然後去 稍微計算一下 那你電子有兩個嘛 一個是 200 大概是390 對不對 一個是大概是 2K歐姆的 你可以換看看 然後看他 到底大小是怎麼樣 然後同時 這個 這兩個位置 分壓這個你可以換看看 好 那 那這邊講說如果說你有比較更高的電子 比如10歐姆的電子 你到底要怎麼接 可能會比較好 那到底是 這個 這個 這個你這個 月亮的時候 什麼時候最亮 你把你的手機 然後開那個什麼 那個 照明 然後給他照看看 那時候大概是電子最小的時候 那你 這樣的話大概就是 大概是比較稍微亮一點點 把它遮住的時候 可能就稍微暗一點點 那你用什麼東西 東西把它蓋住的話 可能是最暗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試看看 試看看 你看看 他這個 這個值 你可能 放上面放下面這邊會 分壓會不一樣 所以去看一下這個值的大小 那如果要扣就很簡單 如果要扣的話 他的 這個ADC的SIMPOLIN都把你害住了 所以呢 第一個我們講說 他PIN角一定是0 就是說我們現在第一個當然只有1根 既然只有1根的話 所以PIN角一定是0 PIN角是0 然後呢我們周期新的要去讀取 所以這邊講說 我就 印出來 讀出來的資料 所以我們就 使用ADC這個模組 然後 Core read Read 然後PIN角是0 把這根PIN角的值 這個PIN角的值 分壓的值把它讀出來 分壓值把它讀出來 所以你這個 我這邊是 對 這是Ground 所以這個 高定位是在這個地方 你就把分壓值讀出來 好那 看看是 你月亮的時候值越大 還是 這個月暗的時候值越大 所以 這個有沒有問題 先接 先接這個 用Freezen的工具去接起來 所以跟 跟LED還蠻像的 好跟LED蠻像 那LED不要拆掉 因為 待會還會用到LED 因為光 光月亮越暗的時候 你要調整LED的這個 所以LED也不要把它拆掉 如果線不夠的話 我們待會再 再 給你 好 這有沒有問題 程式法也很簡單 所以 讀取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 讀完之後 要怎麼去調整 LEE的亮度 這是你 前一個作業裡面的東西 你要稍微思考一下 這個 這個時間OK嗎 我們在講那個Lab的東西 這個沒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看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 這可能是你 可能得到的實驗結果 這應該是我的實驗結果 我這邊是 月亮的時候呢 亮電阻 亮電阻 我這個指代是說 我亮的時候到暗 所以我 我就是可能就是這樣子 不放 然後 手這樣慢慢慢慢把它 靠近 得到的結果是這樣 所以 它指 越大 越小 代表越亮 然後再來 越來越大越大 然後我蓋住的時候呢 它指就變 1024 1024 我的接法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說我把它放掉的時候 慢慢把它放掉的時候 它只有 從1024的慢慢慢慢回到這邊來 所以這個output的指就是我 我 從最亮到最暗的時候得到的指 那最亮的是這邊的光啊 你就可以試著去拿你的那個 手電筒 不是手電筒 你的那個 手機裡面的手電筒功能去照它 閃光的把它照它 然後看它這個指最小是多少 那當然 這是跟你這個指有關的 跟你放的這個RR是有關係的 好 那我們實驗做什麼呢 我們實驗第一個當然就是還是做這個 freezing的這個工具 我們就去把這個 NVM9這個電路呢把它畫出來 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我們去連結這個 這個 這個 程式 連結這個電路 然後在寫剛才那個簡單的程式 這個簡單的程式 我已經給你了 所以一跟二呢基本上就是 當然應該不會有問題 然後這個 你怎麼測試剛才有講過嗎 當你 手 這個 全蓋啊 半蓋啊 或者是 不蓋的時候呢 它那個 值得改變 然後你使用你的這個 手電筒 手機上手電筒去看看 看看它的值得變 這是我們 A跟B 應該是沒有問題 A跟B沒有問題 C跟D你就要做一下 就說 你要寫一個 L R的程式 然後當我手 蓋住它的時候 它的那個 LD的亮度會變大 換句話說 你就是一個 你就是控制器 我 它越亮的時候呢 我覺得光明 月亮的時候呢 你LED可能越暗 但是當 你全部 照住的時候呢 它LED的值呢 是 是 是可以變的 所以有點像是 智慧燈光 我們現在用智慧燈光的一個簡單的東西 那以後 以後 這個你先不用做 以後呢我們會 做 做這個 遠 這個 就是說 剛才講說 有沒有人 光線夠不夠 那決定說要有一個亮度 然後更後面的話會講說不是只有LLD燈 我們可以控制那個 真正的一個攤照燈 就是 用relay做出來 但是這個比較 就是說比較危險 所以 小心一下 在上電之前不要去 碰那個 火線跟中心線 不然會 會觸電 這個 作業應該是 OK嗎 這樣清楚嗎 OK 好 接下來你就可以去思考一下說 這個 這個 R1跟R2之間 剛才講是R1在這裡 R2在這裡 那如果說你把它 對不起 接過來 對啊 你看 這邊就是變成是 Ground 對不對 所以這邊呢 你把 原來 原來這邊是接 3.3.3伏特的 你把這邊接 Ground 然後這邊本來是接Ground 現在接3.3伏特 那它又有什麼變化 我去看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 那個R1的電阻 你覺得說 用大 用多少的時候呢 它可以從0到1020的 那兩個電阻 你可以試看看 然後再來是 Node MC支援幾組呢 那個 ADC評價 對 只有一組而已 然後 我們如果說要 只有一組的話 那我怎麼去擴充ADC評價 我們現在只有一組 但是你現在有好幾個 Alock sensor 然後 是無解呢 還是 還是可以做 對外部要用什麼樣的 電路可以 可以做到 從外部是提供什麼 蛤 蛤 提 提供什麼樣的 比如你用一個數位 我們有如果說過數位邏輯的話 數位邏輯的什麼 什麼器件可以 就說74系列很多器件 你把它兜出來 對對用74系列的 一個器件就可以做到 是什麼器件可以做到 這個多個ABC 其實還蠻簡單的 因為我本來也 本來一直想說可能 那你要怎麼做 那其實它就是一根而已嘛 你想想看 我現在只有一根進來 就想說這是我的 Nord的MCU 然後 Aerob的 只有一根而已 對不對 然後變多根 變多根在 我們的 數位電路是什麼 多空氣 沒錯 多空氣就好 你多空氣就給 因為 那個 Money Press 會有多空氣的話 所以你用 GPIO 這樣多空氣就可以 對 因為我們GPIO 很多啊 我們是三根 GPIO 對不對 所以呢 假設我需要四根的話 那我這邊就 四根出來 所以現在就可以 可以接四個 比如說四到一的 多空氣 這邊只要吸 兩根而已 所以這兩根呢 就接到我們的數位 比如假設 D1 D2 那我D1 D2就可以控制 這四個進來 所以呢 用一個簡單的 七四系列的 這個多東西 一樣可以做到 但是呢 它可能 這個 電壓是你要再調教 沒來時間進來 對不對 那你這邊有沒有電阻 也是有 所以等於是說 你可能要 就是 我們這本來有些電體 的電阻 那你現在變這個東西 就有電阻 那是不是再需要這個電阻 也許不需要 或者說再加一個 電阻變小一點點 再有一點點電阻 你要去量測這個七四系列的電阻 但是一般是會walk的 所以 就是說你有沒有辦法去直接去 講 其實很簡單 加一個多空氣 其實就可以了 好 那P.R.N跟ADC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的 P.R.N P.R.N 我們可以 你覺得P.R.N有什麼關係 完全沒關係 還是有關係 還是什麼 P.R.N做什麼用 做什麼用 對 就 調變 那是input還是output input output 對喔 所以你不一樣嗎 所以P.R.N是output 他要控制 對不對 要控制一個 亮度的檔線 那 ADC呢 他input還是output 他是input 那如果是 DAC呢 你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地方嗎 不一樣的地方嗎 他功能一樣不一樣 你必然會是把 你必然會等於類似是把一個 一個數值 變成是一個 廢供性的Duty cycle ADC是接收的 沒有 我講DAC 你現在講DAC DAC就一樣 工程師一樣 為什麼工程師一樣 因為我都知道去調整強弱 對不對 比如說我DAC的話 我要控制馬達轉速 那我可以直接控制電壓 對不對 我速度高電壓 它馬達要轉比較快 他們講就是差一個 P-DAC轉機 就會變成ADC 對 所以那個P-DAC它是 走不走走不走 但是伏特就是固定 所以以這個平均來講的話 是 是什麼 是 就是說 以那個電壓的平均值 固泡平均值是一樣的 所以都可以控制 那 誰比較Smooth Smooth Smooth 的意思可能我們感受不出來 機器也感受不出來 誰比較 比較 假如說我們速度很慢的時候 我們就感受出來 為什麼 因為 這邊比如說50R 50歐 那周期如果說很快的話 我們感受不出來 可是如果說 每一秒鐘暗 一秒鐘量 我們就可以感受出來 可以感受出來 但是你ADC會有這樣的信心嗎 不會 因為它是電壓就是這樣子 隨便的話是低檔比較省電 不會都是省電 因為我這邊 我DAC的時候呢 我是 調降 調降 調降電壓 對不對 我們當時有講 不省電的原因是 你一直用 最高的電壓去 用可變電壓去調 所以你的 對 效果一樣 一樣省電 可是ADC DAC會比較好一點 為什麼比較好一點 它不會有 on or on or 這種 數位的切換 所以 DAC是更貴的 DAC的這個 原件 硬體原件 是比P-M 貴 那 比可變電子 貴 所以 你如果說 你的設備 是 要長時間 而且不需要 不想要去 暗謀暗謀這種東西的話 那麼你會選擇 DAC 那如果說 你這個 暗謀暗謀不會影響到 你任何東西 你P-M 那 你要 最省成本 那你的 你的客人 得到會傷的 他用電路比較多 你就選擇可變電子 那是最簡單的 最簡單的方式 所以呢 這就是我們稍微 分析一下 有各種不同的方式 可以做 好 那我們這一個 重點就是介紹 ADC 簡單的一個原理 怎麼去simpling 那三個參數 你要注意 然後這個東西 應用到所謂的可變電子 可變電子 好接下來呢 你用NOTMCU 那你要去讀取 這個 這個光的感測器 這樣 那你就要寫 路外的層次 寫 智慧燈光的這個層次 這樣 那你如果說要 懂更多的話 在那個 YouTube裡面 打入APC 跟光影電子 什麼 這個大堆東西可以用 好 那這個 今天這個Lab 有沒有問題 什麼東西要補充呢 沒有 我們就讓同學開始說